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M大家好,感谢收看早上,收听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STARLADERA联赛,那么群星联赛第三赛季的线下小组赛 那么A组的败者组决赛,由TNC对战Secret的比赛 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获胜的一方将会进入到这个淘汰赛环节 那么失败的一方呢将会回家,也就回家了 来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BPS,Secret一上来是搬了德鲁伊和大鱼 那TNC则是搬了小精灵和赏金 这两个英雄应该说都是比较针对这个派来呆这边 针对了一圈派来呆,前两手的男人方面TNC还是拿出了他们在最近比赛发挥非常出色的这个土猫 以及黑咸,黑咸这个点这个三梅池这个选手呢 他们打这个黑咸打的也非常的溜 那么Secret的前两手男人比较有意思 拿了一个斧王,拿了一个带泽 而且这两个英雄是连着拿出来的 这两比赛是TNC的相关先选 那么Secret看一下第三手搬掉了Tinker TNC搬掉的是一个VRS 搬了一手VRS 感谢各位观众赠送的好多竹子啊,异地CRFA赠送的2333个竹子,非常感谢 那么这档比赛 那么这档比赛 Secret选择在前两手拿出斧王加戴泽的话 那么后面的阵容应该还是有可能会去围绕着 高爆发是肯定的 然后应该还会再考虑再拿一个贴身的英雄 戴泽这个点第一个是比较适合去配合这种贴身能力比较强的点 另外一个就是他比较适合去配就减甲能力的英雄 王虽然没有减甲能力 但他的贴身能力很强 TNC选择是搬掉了一个剑胜 那么看一下Secret在第三手的拿人 对方在哪有黑弦的情况下 自己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反手英雄 因为你每一次都指望在双方接触的时候去秒黑弦 这个可能难度比较大 黑弦加土猫的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团战阵容 拿一个比较好的后手英雄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遏制对方这个黑弦加土猫的一个团战组合 咱们和大家注目见观众啊 咱们这边求BGM的朋友呢 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用的是什么BGM 因为我这个BGM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有的这个 我BGM好像一共就三个吧 我没记错的话 除了默认的以外 就是一个TI4的一个TI6的和一个英雄澎湃 一共就这么三个音乐宝 和大家可以去试听一下 试听一下应该就知道了 看看第三手拿人 第三手拿人Secret的这边也是 第三手的这个拿人也是想了很长的时间 拿了一个飞机 飞机确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反手英雄 他绝对不是一个打先手的大哥位 但是反手为了大哥飞机这个点 他由于现在的伤害太低 而且他的输出打的时候 还需要的比较长 在对方黑弦肯定会出秘法梅肯 甚至大斜的情况下 飞机的这个大招 还有他的高手火炮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现在是个未知数 另外就这场比赛 在面对对方飞机的情况下 天C的黑弦是可以考虑在秘法梅肯以后 直接去做翅膀甲这个道具 就是说我不一定非要去用这个跳拉 我不一定要用跳拉去跟你一定要拼那个先手 因为我的跳拉墙给完了以后 你的飞机肯定是反手给大 所以我与其去过早的出跳刀 可能出一个翅膀甲 对于你飞机的输出的遏制作用更明显一些 当然跳刀还是黑弦必备的一个道具 而且在黑弦对于黑弦这个英雄来说 2000块钱的一件装备 分分钟就能做出来 也不是很困难 毕竟打剑刷野刷线都是可以刷 而且他有很不容易被压的一个英雄 应该问题不大 再加上现在天C在第三手拿出了一个水晶侍女 冰女这个英雄在配合黑弦的情况下 可以让黑弦在前期更肆无忌惮的去放这个离子盾 而且随着现在小蓝不会被野怪打断以后 黑弦在打野怪的时候 这个自由度更高一些 就可以吃着小蓝去打 打野 这就舒服很多了 让他看一下Secret的第四手是拿出了一个老陈 拿了一个老陈 这样还差一个中单位 老陈加上黛泽的这个双奶妈去处理对方 土猫加黑简的这个团战 应该说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针对性 但是这个针对的能力呢偏保守 就是他是用奶来处理对方的这个一波集中的一个伤害 TNC这个阵容 其实他的爆发还是偏低了一点 从整体上来看 他第三手补的这个冰女补的比较精髓 因为现在Secret的一个阵容缺打断 只有一个府王的吼可以打断 带则满级的T也可以打断一下 但是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 没有人能打断 老陈除非招一大群的这个打断的宝宝 打断冰女的技能最好的是石头人 没有之一 最好的是Secret在最后一手 现在是扳掉了一个蚂蚁 TNC因为现在已经在第四手拿出了红猫 所以他现在就还差一个Raven的英雄 Raven在前两场比赛 也就是TNC在打这个HGV的比赛的时候 Raven这个选手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一场小鱼一场蚂蚁 这场比赛Secret是信邪 前两场比赛看了以后 把这两个英雄都给你扳了 看你这个大哥还能打谁 TNC在第四第五手的班人 现在对方差的这个终端火猫不太好打的点 MP和这个MIDI1都是有一手好卡尔 TNC管是搬了卡尔 管是搬了一手卡尔 搬卡尔的话Secret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打进战终端 进战终端去打这个火猫 剑胜已经被搬了 剑胜是TNC这边已经搬掉了在第四手 所以已经不存在拿剑胜去打火猫的东西了 其他的技能中单打火猫的话 FAMG算是一个可以打的 FAMG可以打点火猫 其他的人好像不太好打 TA去打这个火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就拿稳一点拿影魔 因为影魔这个英雄在Secret这个阵容里面还是比较好用 另外就是影魔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反手英雄 就是在你的黑咸拉墙以后 土猫不管给什么技能 我影魔只要有BKB 我影魔就BKB开大 影魔的BKB比较大 加上飞机的大招两个大的反手AOE的技能 加上老陈和戴德的双奶妈 再加上府王可以考虑去打一个后手 找对方关键点去跳吼 这个团战是比较好打的 TNC这个阵容呢 主要就是靠拉墙开第一波团 或者是靠这个拉墙 去把对方第一波的这个进攻瓦解掉 然后水晶侍女找到合适的位置 卡这种视野盲区或者是钻束联系去开大 火猫再不断地给这个TC去牵制战场 牵制对方的一个追杀 或者是找到对方薄弱的点 直接给这个魂上去去爆 这个是TNC的一个开团整体的一个思路 露娜这个点在最后一手拿出来的 第一个是求稳 第二个是他的爆发确实是比较高 在所有的大哥里面 露娜的一号位 爆发算是比较足的一个点 可以弥补一下 现在他们阵容输出明显不够的这个问题 而且不稳 冰女的这个大招到底能砸出来几下 谁也不知道 露娜这个点的大招只要放出来 只要不死就肯定能砸出去 Secret的最后果然是哪里说影魔 因为不管是MD1还是MP这两个人 打影魔这个英雄打得都很不错 而且影魔本身打火猫 也不算太难 只不过这场比赛 Secret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在哪 就是资源有可能不够刷 老陈这个英雄有可能是在钻自己的野区 府王找一条线 然后老陈在这个府王的另外 老陈肯定跟府王不在一起 老陈需要去战一战野区的资源 府王出击对线如果劣势 他也需要去钻一钻自己离得比较近的野区 所以这两个人的野区资源就不能充足 戴泽应该是去保飞机 那么飞机这个点他在中期的时候也是一个陷野双收的英雄 影魔也需要去收野区的资源 这场比赛C-grade的资源怎么分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有很多观众也是在评论里面 就昨天的比赛有一场比赛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 好像是土猫买活踢小鱼吧还是什么 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组合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也是没有捕捉到那个镜头 这里 这个岩 这个岩一哨子就被吃了 PAPI的这个老陈还是来的这个时机非常合适 那个镜头确实没看见 算是自己的一个失误啊 在OP方面 这里也破雾了 上面对H这个黑钱也这波也是破雾 被PAPI的带泽给破掉了雾 那么MP的飞机在上路 Madewan的一个影魔在中 MP的老陈 看看父王在哪 我感觉这个电脑这两天老是莫名其妙的会卡顿 而且卡得很严重啊 我把这个网页都关了试试 我把所有的网页和这个QR聊天窗口都关了试试 希望这样能解决这个是不是卡顿的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直播间观众这边 还有就是视频观众 有的人是表示这个 这两天的比赛的花质呢 有些降低 是这样 这个我看了一下B站的那个视频的马率 它的上传的马率要求是1800左右 1800的话就不用转码了 如果经过它的二压的话呢 那马率还是1800 所以咱们这边上传直播录制的马率都是按照1800去走 所以如果说这个画质出现的一些降低的话呢 讲道理的时候应该不会降太多 讲道理的时候应该不会降太多 因为我就算是上传一个5000马率的视频上去 它也就这点 它也会被压成1800 没什么区别 这场比赛好像目测有点卡顿 这样比赛好像目测有点卡顿 王在下路被对方的冰女和月琪两个人对线的话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僵 这个游戏画面却有点卡顿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国际服的原因 这样吧 我趁着现在这个比赛刚开始 我们重新去 我走一下国服的线路 我走一下国服的线路 因为之前上一场比赛就是在 刚才那场VG狗打VG狗打那个DC的比赛的时候 第二场比赛国服客户端看不了 所以当时是换成了这个国际端 但是国际端 你走完美的国际端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没有那个咱们国内的线路 所以有的时候会导致卡顿的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赶紧换回来 用国服的客户端去看的话 肯定就不会有卡顿的这种情况 这里呢稍微耽误一点大家的时间 也是为了咱们整场比赛能够看得更流畅一些 那么现在在经过这个更换扣端以后呢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人头还是没有出 两分四十秒还没有出人头 那么双方能对线的对补刀角度来看的话 中路这里是对MD1有一波游走 Z的这个土猫一脚石到踢云两个人 但还是被对方老陈跟过来的这两个野怪 加上老陈自己的平A输出给带走了 老陈因为等级比较高 他前期打野打得很顺利 他前期等级混得非常不错 而且野怪招的也很好 刚才带在身上的是一只萨特和一只大熊 这两个野怪都是前期输出比较高的两个野怪 这波是出了一波一血 中路的这个土猫这波游走呢 还是比较伤 他这波伤主要是还是在于第一自己没成功 第二个是送给对方一个人头的话 老陈在拿到这个人头以后再回到野区去钻野 那对于你下一波游走的节奏影响更大 因为如果你再想游中路的这个影魔的话 影魔的等级已经上来了 他现在已经五级了 多吃了你一个英雄的经验以后 他的等级起来 你再想游他的话 血量上还有你的伤害不足的问题 就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这个土猫现在对于中路的这个影响 影魔现在基本上已经不用怕了 就Mid1已经中路已经站住了 前期的这一次游走失误 其实对于中路的这个对线影响是很大的 前期挂中和游中这个一定要慎重 游中尽可能的是开悟绕后游 第一个你绕后游不会吃到自己的这个终端的经验 第二个是你开悟绕后游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更高一点 土猫算是一个从线上直接过去可以游的人 但你直接从线上过去的话 对方防范你的这个游走能力也会比较好 下路的这个斧王把这个兵线一直勾 勾到了近乎自己的二塔下 但是对方这个乐器也是不依不饶的一直在追 这冰女过来给个技能一个C定一手老陈 带了一个网怪和一个大萨特 但是这个网怪往谁杀冰女啊 冰女好杀啊 这脚石头还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方Raven的这个露娜身上 再给一个普攻王漂亮 带泽的一个T加上普攻王的一个点灯 而这波是强行追死的对方这个露娜 露娜不太好追这个英雄 前期他移速太快了 前期移速比较快的情况下 Secret的这个阵容的减速虽然说三个人都有减速 带泽有减速 斧王有减速 然后这个老陈也有减速 但问题是你这三个减速的效果其实都不是很高 而且你这三个人的移动速度也并不是很快 这波击杀一方面是战术执行比较坚决 另外一方面确实有 确实也依靠这些人的一个正确的加点 看见斧王这波野怪 这波野怪吃完了以后这个会很舒服啊 上路土猫加上这个黑箭一波流走 对对方的飞机形成了一波击杀 因为你刚才所有的人都是TP到下路来支援的 所以上路我去击杀你飞机的话 你只有一个中路的有可能有TP 其他人是TP不过去的 还有一个斧王有可能有TP 但斧王救不了人 只要带泽过不来 你这个就肯定不行 MP的飞机 但是MP的飞机现在发育的 其实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补刀还是保持在D集团 中路的火猫的这个补刀现在是比较亏 他跟这个影魔已经差出了10个正步和10多个反补 土猫这个地方滚过来一脚石到火猫爆魂 但是你看这个MITI 你看MITI这个地方直接一张TP能走掉 应该是能走掉 这个就是前期土猫第一波游走失败的一个结果 如果土猫第一波游走 你不说成功能杀掉对方的影魔 就是你第一波没死 你现在应该是可以到4级的 就正常情况 你逛街现在应该是可以逛到4级 你逛到4级的话 你的这个技能伤害 或者是技能等级CD会短一些 而且对方的影魔会应该不像现在已经到达7级 影魔刚才应该是一个6级 就如果他没吃到你的经验的话 那么刚才这波影魔肯定就死了 这个就是前期一点点的这个差距造成的一个蝴蝶效应 慢慢的这个就会差距会越来越大 看一下这波开悟 这波三人的一波开悟 TNC现在也很明白 如果这么打一些的话 这个局面就hold不住了 赶紧开一波我过来找一找对方的麻烦 目标选择是找这个 火猫没有滚到一条石头跟上 火猫吼 吼出来以后斩 一个斩斩掉 吃一把魔伴 差一点反杀掉对方的这个火猫这一波有 这样的话 等于是你五个人的一波开悟变成了一波 三个人的一波开悟变成了一波一换一 经济方面 目前影魔是排在全场第一 每一万这个影魔在中路基本上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被对方游了一波 但是吃完神福以后也是一张提笔直接回到家里面 那么火猫现在的经济是被影魔拉开了700块钱的差距 露娜跟飞机这两个点现在发育的差不多 关键是老陈这个点太肥了现在 斧王的经济虽然比不了黑咸 但是斧王所需要的装备比黑咸要少得多 斧王是可以直接去别跳带节奏的 黑咸要出秘法 没肯和魂戒 他做的这个基础账太多 老陈是准备一个草邪王者之界直接裸出这个A杖 还有这个狗屎运啊 这个狗屎运啊 这里一个C月旗开大漂亮 上路Raven是配合队友击杀了一波对方拍来呆的一个黛泽 他则是想要专属连去TP结果被越级给抓到了 这样的话可以换一波塔赶紧换塔 对方也是在盾兵线等着再换塔 冰女这狗屎运真的是没谁了 被导弹洗到 对这个飞机的火箭弹幕给洗到只剩一丝去 没死 三只熊怪一个萨特 这个老陈这个招的野怪也是招的也是够疯的 看下上路招回来这就要打了这波 野怪全部拉回来以后 MD1这里一个普攻一个影压两个影压吗 没有用第二个Z part去收兵 没有用Z part去收兵应该是考虑省一点蓝 不过这一波把对方的下路一坦拆掉 几方上路一坦没有掉 那么这样的话是比较 应该说是比较赚的一波 老陈呢也没有用自己的本体在下路在耗而提前撤回来 那么让自己的这个宝宝把对方下路自己一坦给拔掉 顺利的拿到了一些钱 影魔在这个地方在卖 影魔在这个地方在卖 因为影魔现在他的基础装做的比较足 甲腿加上这个灵魂类 大魔棒天鹰界 而且是一个力量甲腿 你注意看他刚才一直保持的是一个力量甲腿在上不摘着 防止自己在必要的时候再切来不及 皇这个地方死了 皇这个地方浪的太多了 其实这一波露娜是没大的 但是冰女过来了 如果冰女不过来的话 这波浮王还能再多狗烟残喘一会儿 死肯定还是要死的 但至少能够撑到第二个露娜的C 死肯定还是要死肯定 影魔现在已经5300了 这个经济 超了露娜超了1000块 超了火猫超了1500块 这个经济差有越拉越大的一个趋势 看一下 皇这个位置在下路 皇因为现在距离自己的跳刀还差500块钱 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这500块钱如果他不死 一分钟就能刷出来 如果他死了 那就没副了 那最少要晚三分钟才能做出来 这段时间是千万不能死的一个阶段 便 abort了 lesbian人 嫌疗了 别东西 好 我们现在还是保持自己的经济 双方都没有过早的去接触的一个想法 主要Secret他不着急 他现在其实就是在等对方主动上 因为TNC的阵容 他是一个偏后手的阵容 团战游走他先手没问题 但是团战他是一个偏后手的阵容 所以现在Secret并没有着急主动出去进攻 而且自己的关键点就是 斧王的这个节奏点跳刀还没有做出来 看下这波第一个最好是影魔 激活影魔这波团战他就必输 一个搏葬加上飞机开始往前赶 火猫过来以后影魔这个大招 给的时间不是太好 大招给的时间不是太好 那这样的话斧王赶到战场 给点灯 可以往前上 可以往前上 因为骑的大也开了 这里拉墙给出来 火猫再往上走 斧王这个人被捆住 跳刀没买出来 关键时期的一波被击杀 漂亮 TNC的这波团战给打的 火猫的切入时间和黑咸的后手上来的 这个时间给的非常好 这两个人的切入时间 如果稍早一点或者稍晚一点的话 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战局的一个改变 火猫稍微早一点来 有可能会挨一个影魔的蛮大 如果这个火猫来的晚一点的话 有可能这个影魔被对方救下来 所以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呢 TNC还是利用自己在短时间内 人数上的一个优势 在这个局部战场打出来的一些优势 这波TNC来的人比较多 这个不是我奶的 这个不是我奶的 他确实人来的多 而且切入时机掌握的比较好 他如果只是三打三的话 这个局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肯定是Secret这边占优 找飞机给一套技能 活躁能不能来得及 拉回来一个沉默 那死了 哎你拍了呆 拍了呆这边被沉默了 其实应该果断走 还是回头想去救一下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VD1的这个影魔 在拿到自己的假腿目龙枪以后 也直接奔着BKB去出 就是打后手 这个阵容Secret没什么别的想法 就是团战的时候就是打后手就可以了 打先手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的先手阵容偏弱 老陈也不是一个打先手的英雄 所以团战就看Secret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后手团打出来 这场比赛的团战 就是谁先手谁吃亏 就如果在5v5的团的情况下 谁先手谁吃亏 TNC这波是站在了这个圣坛这个附近 想蹲一蹲 看看对方有没有TP过来的人 老陈 老陈其实可以让他的这些宝宝上去 开一开视野 看下火猫这个地方会不会撞到谁 这也是做好一个眼 火猫这里下来 第一个遭遇到的看到的是老陈 过来以后一个C没捆住 飞机一个板准大 砸中了这个火猫 火猫一刻魂攻攻攻却 被给上一个赎队以后 直接传走 这里父王跳好 吼住了一个黑咸 黑咸这个时候是有拉墙的 黑咸是有拉墙的 黑咸是有拉墙的 Papi这边要死 TNC这段时间的这个团战打得明显 比Secret有耐心啊 这场比赛 Secret这里 Papi一小时到TN打断你的TP 大家和戴泽两个人双双被击杀 Mid1的影魔自己一个人活下来了 但是队友被对方打了一波零换四 你看这个就是 TNC本来已经决定撤退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府王冲上去留人 你留住的还是一个打不死的黑咸 而且你后边的人的这场比赛的输出 飞机的大招已经提前扔出来了 等于你在吼住人以后 其实没有人能够提供配套的这个输出 没有人能提供配套的输出 那这样的话的一个结果就变成了 反而是对方变成了一个后手 你的第一轮技能打完了以后 没有杀到对方的人 黑咸的拉墙一旦打出来了 你这个团战就肯定打不赢了 所以这场比赛TNC在团战的这个拉扯上面 表现出来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的 拉扯的时机位置 还有在开团时候技能选择 以及撤退的时候 一个走位保护都非常的好 Secret这段时间 他们所采取的一个战术 是一个拼刷的战术 Pibee已经是做出了自己的A仗 16分钟 Pibee就已经把自己的A仗做出来了 16分钟老成的一个A仗 Secret这样比赛就没着急打 就是决定跟你对着刷 经济方面TNC在014000 经济方面2000 但是不得不说的 就是现在Pibee的这些野怪 我觉得招对着问题 他现在缺空 因为阵容本身就缺后手控 这里要破雾 两边这个边破雾了 没有反引 破雾了但是没有反引 没有反引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虽然没有反引 没有能够击杀对方的土猫 但是起码这两个人开雾过来 撞到这个隐身的土猫以后 把雾给撞破了 撞破了雾也就知道 这个周围是有一个隐身的人在 所以隐魔也是直接回到家里面 没有在外面继续浪 上路两个隐压 收到一波兵 距离自己的BKB还差不到1000块 那么Secret的节奏点 应该还是在等自己的关键装 那个BKB 飞机在相位天鹰支配以后 选择还是更新一个大魔伴 然后去做一个魔龙枪出来 这样飞机在短时间内 还是没有输出 飞机这个英雄打团战 就现在很少有人用他的原因 还是装备依赖的太多了 他需要出太多件装备了 甲腿支配相位 甲腿或者相位 然后配一个支配头盔 加一个天鹰戒 大魔伴这几个基础装都必须有 然后魔龙枪他基本也要做 因为没有魔龙枪的话 攻击射程实在是太近 除此之外呢 就是你会发现他出完这些装备以后 没有一件输出装 团战没有输出 还是靠大招 也就是说他出完了这些装备以后 五六千块钱的装备出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他跟没出五六千块钱装备 区别 团战还是靠一个大招再打 他后边还要再去更新 像是冰眼或者是双刀 然后再更新一个大炮 或者是MKB 然后再更新一个蝴蝶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飞机才能够说算得上 在团战的时候有足够有威胁的输出 好多的话这个飞机没有 还是靠打 看见现在双方关键装的一些情况 那么黑咸的秘法没肯跳刀都已经出来了 露娜的甲腿分身加上摩隆也都有了 冰女这里也是憋出来的一个点金手 土猫是跳刀夹是分身面纱下转装备不出意外 应该是在做飞鞋 在做飞鞋 拍臂的这个A杖 现在老陈的这个A杖 我说实话我觉得没什么卵用 我真觉得现在老陈这个A杖没什么卵用 拍臂这里看一下 这波先手找到了拍臂 王被控住了 王被控住了 这个黑咸的拉墙三个人全中 一脚石头能不能躲开 飞机这个地方中了一个石头 冰女过来 溢住了飞机 飞机身上没有BKB 这里影魔过来去打一下 被捆了一下以后呢 也没有办法形成追杀 那样打的 府王是后手很需要的一个控 但是在己方的老陈被先手的时候 自己被对方沉没 自己被对方沉没了 就没办法了 影魔这里是终于憋出了自己的BKB 那么这样啊 Secret在未来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TNC这个阵场打盾很费劲 他们没有人去出剪甲装 只能靠着Raven的这个光环去打 靠一个越级的光环去打 加上一个法系的火猫 然后你再加上其他一帮没有物理输出的人 去打这个盾 这个时间真的是有点长 硬生生把这个盾给磨掉 那么Secret这一波呢 也没有打得很坚决 在这个地方逛了很长时间 这里火猫 火猫这里跳火猫 吼救我 秒 秒他 小 故故的火猫 这波没有想到对方在这插了一个针眼 这个针眼还不是刚 这个针眼是刚插的 但是是确实是在对方的火猫 开启隐身之前插下来的 他的装备的这个输出转化是比较高的 他身上没有输出能力的装备就只有一个瓶子 其他的装备都有一定的输出能力 或者输出空间的一个能力 飞机是一个装备成长曲线特别特别二的一个英雄 对于他的输出成长来说 前期几乎是零了 但是见这个飞机这个英雄 一旦他的装备成型了以后 团战的时候你的酱油会很痛苦 他其实是一个杀酱油很强的人 他不是一个钢大哥很强的人 老陈这个也是招了一个黑龙 招了一个花岗眼 招了一个花岗神 傀儡 还有一个狼 还有什么呀 出A仗的老陈 人在现在的比赛当中 最主要提供的就是光环 他提供一大堆的光环就行了 花岗眼提供一个光环 黑龙提供一个光环 然后你还可以再招一个萨特 萨特其实优先级都比较低 可以招一个消兽 再加三点防 再招一个狗头人 那个长官 招一个狗头人加一点移速 或者招一个熊加一点攻速 对方的破误 对方火猫破误以后 冰女这里给一个叶 一脚石头秀你一下往回走 什么没踢着 我去 这都没踢着 土妈在这个地方 站着自己身上 有一个跳刀也是在秀 感觉好像是要打 飞机的站位很关键 这波 这个影魔无所谓 影魔怎么被你打都不怕 这条石头 有毒啊 这个老陈是选择 把自己的影魔给拉回去了 拉回去的话 你自己跟戴泽两个人 是被对方一脚石头 直接踢中了 TNC的Raven 又是完成了一波双杀 变态杀戮了 这个路纳 你本来影魔的经济跟这个路纳没差出多少 你这一波一下都拉开了呀 最关键的是你死的两个酱油很关键 你不是 这俩酱油死了不是开玩笑的 老陈死一次是很伤的 他每次都要出去重新去招宝宝 TNC这种队伍一旦拿到优势的话 你想让他把这个优势给送掉 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10秒的BKB 第一波10秒BKB开了 没用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上你高地了 你影魔的10秒BKB被迫开了 没有去打出任何的输出 下一件装备 准备直接去憋这个 准备直接去憋一个蝴蝶出来 但问题你高地怎么办 影魔不要被弹 被弹得很疼在这个地方 给上一个熟队往回拉一下 再加上一个骨灰 就在你高地下边耗了 在你的影魔BKB CD赚好之前 我都可以去跟你打这个团战 因为我现在露娜身上还有一个盾 我的BKB还没开啊 而另外一个问题是 内部王跳好 这里土猫上来 给技能一小时要提晕 飞机给大打反手 砸中两个人 这方往后撤一波 补给一下 这个大没可能马上好 这里火猫上来捆一手 开刃甲 这个火猫这个时间段开刃甲 有点恶心人了 原来的火猫第一点出刃甲 最主要的一个缺点 缺点在于他没输出 现在的这个火猫出刃甲 在局面优势的情况下 你的大哥出一个刃甲 是让对方很难受一点 因为烈士的一方想要搬回局势 就是最主要的要杀大哥 然后你会发现你杀对方 这个火猫需要顶着刃甲杀 这就没法杀了 这两比赛应该说 酷的这个火猫选择 是在自己跳刀 跳刀分成面杀以后 没有直接去做这个飞鞋 其实先出了一个刃甲 这个想法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军事局的刃甲效果一般 就对于火猫的英雄来说 但是优势局 这个装备就厉害了 跟双刀一样 双刀在优势局的时候 也很恐怖这个装备 得看一下火猫上拉 给上沉没以后 这里排了他直接被烧死 这老陈还一脸 一脸朦胧那样 这一个拉墙 看一下影魔的BKB 有大效果不错 杀掉了酷酷的这个火猫 两巴掌 没有拍死对方 这黑贤是开了一个大鞋 把自己救下来 但是正面战场这里越击 BKB也开大过来收割 先干死你的影魔 但是冰女被影魔死了以后 自爆的这个大招给带走了 影魔这波有买 但是应该不用买 对方死了两个人 复活时间都很长 自己的四个队友现在都活了 影魔只要不用买的话 他距离自己的这个蝴蝶 差的就不远了 如果你让这个Millian 一直把蝴蝶憋出来的话 TNC就有点难受了 露娜英雄特别不适合去出MKB MKB绝对不是露娜的六神装之一 甚至你给露娜七件装备 他都不会去出MKB这个东西 没有位置去出 甲腿一定要有 BKB一定要有 分身斧一定要有 然后呢 现在这个版本露娜的冰眼也是一定要有的 这就四件装备出去了 四件装备出去了以后 现在这版本露娜BKB 大推推或者是魔龙枪一定要有 这就五件装备 还上最后一个位置 你是一定要去做撒旦这个道具的 甚至我这还没有说蝴蝶 所以你就算给他七件装备MKB都不会做 影魔一旦把自己的蝴蝶做出来 下一段可以出一个分身斧就给你战撸了 TNC的这个节奏还是稍微断下来了一点 稍微断下来了一点 露娜把这应该是要等瑞文的这个BKB 这个冰眼 他的冰眼出来以后应该是他们强行上高的时候 最稳的选择是等下个盾 等下个盾拿到盾拿到冰眼去打一波 但是下一个盾有可能要出事 他在拿到下一个盾之前 影魔肯定这边已经把自己的蝴蝶拿到手了 BKB加上蝴蝶加甲腿轰枪的影魔 输出是很可怕的 影魔在这个地方也是不敢出的 地图上没有对方的人 而且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去对面的这个半场插眼了 所以对对方的这个动向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 就在这种位置的冰线都不敢说往外走一点点去收 另外就是飞机这个英雄现在很乏力 他现在虽然也是第一件直接选择做出了这个BKB的一个道具 但他输出敌啊 他团战输出敌啊这个东西 不到二百的攻击力一百九十九好像是 二百了二百了 在有头狼光环的情况下有二百多的攻击力 这个雷引兽 雷引兽也是有一个战谷光环 加十五的攻速和十五的攻击力 这个现在远古的远古野这帮东西确实光环都加的比较不错 包括就是新增的那个远古野 新增的那个远古野现在地图上没有都被杀了 新增的那个远古野他也有一个光环 好像是加吸血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百分之十的吸血 这场比赛双方打的都是比较谨慎 因为这个比赛谁都不想输 已经走到这个败州组决赛了 赢了就能出现 输了就回家 这个应该是有打都打得比较谨慎一点 像运斯那种 对我在这种比赛 我估计他照样赶两场比赛给你套十个英雄 三场比赛给你套十五英雄出来 瑞文这里果然是拿到了冰眼 拿到冰眼以后呢 他的只过来打一波盾 这一波 Secret这波抢盾算是一个机会 如果你把这个盾给对方的话 很难打 飞机在短时间内 没有下一个装备的出来的可能性 影魔在现在已经出到蝴蝶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出下一个装备的可能性 如果不抢盾 被对方就把这个盾这么拿到手里的话 这个高地很难守 回来着直播将观众问题 淘汰赛是单败之 也就是说淘汰赛其实就两顿 一个半决赛一个决赛 半决赛打一个BO3 总决赛打一个BO5 这波瑞远带盾 那么冰眼分身BKB 木龙枪假腿带盾 直接上高 这波就是慢慢魔了 反正我这个英雄本身也是魔 这里土猫还能慢慢的再滚 瑞远这里直接是过来把你的坦房先给你耗掉 有一个导弹 耗一下 没有什么卵用 火猫 哎火猫这个冲上来这个有点疼 可以一下 瑞远这里开始继续用这个弹 去弹你的这个兵营 瑞远这里扛伤害 这里给拉墙 三个人全都开启了BKB 飞机也开启BKB往前顶 但你这波只能打掉露娜的一个盾 你两个BKB也没了 影魔的大也没了 飞机的大招还在 甩大招 火猫上来给TC 然后开启刃甲 吃了你一堆伤害 这波开始刃甲顶了半天 伤害以后 瑞远这个站位有点 有点窮 看看子猫滚进来 一脚石头放大 再扔一个石头 拉回来 蓄上大招 带走了拍摊摊 Middy1的影魔也是被对方的兵女 站在这个坡下 一个大招直接收掉 这个没办法 他完全下不来 也没有队友能够去 打断对方的这个技能 这个飞机又被拉出来了一个幻象 王这个跳好位置不错 但是好像没有机会去打太多的输出 然后所有的人面前站的是一个刃甲的火猫 这个优势局刃甲火猫啊 PKB也是被冰住以后呢 给上一发脖脏 滚住我不用管了死了 火猫那波三下以后 瑞文直接是上高率硬拆 这个 Secret这波盾如果不抢 就是这波Rowrun如果不抢 这个局你是不可能翻得回来的 想要赢 这场比赛就一定要抢刚才那个盾 放这个盾的话 这场比赛翻本基本就忘了 可以直接一脚踢回来以后呢 直接被月琪开大收掉 那么这样的话 打完这波团战以后呢 基本上就可以GG了 这也还剩一个刚刚复活的牌牌呆 也是直接被带走 这样还是打出GG 好吧那么这样的话 恭喜TNC在双方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也是非常稳健的 获取了这个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应该说在Secret的这个阵容体系方面 问题比较大 主要是在于就是他这个阵容拿到太被动了 他解决对方这个团战体系的方式 是选择了用一个双奶的阵容 来去想要抵消掉对方的第一波输出 然后依靠自己这个BKB的影魔和BKB的飞机 直接把对方这个阵容给打散 但是呢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他这两个奶的奶量 第一个是从来没有一次团战 我看到过他这两个奶能集合到一起 把技能放出来 就是能够把自己大哥救下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场比赛 他们的崩是从对线期就开始吃亏的 他们对线期就没有占到优势 所以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结局也就显然一见了 好吧那么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 不是特别的精彩 但是呢可以看到TNC这支队伍的一些特点 在需要稳的时候 这支队伍也是能稳得下来 这点比较难得 好吧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就解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 也会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一会见